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 当地时间12号表示 按当前美元价格计算 美国对古巴长达数十年的 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导致该国累计损失 超过1641亿美元 他敦促美国立即停止 对古巴的封锁政策 罗德里格斯表示 美国的封锁是对古巴人民 人权的大规模公然和系统性侵犯 也是古巴发展的主要障碍 如果没有封锁 古巴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 本可实现约8%的增长 罗德里格斯敦促美国政府 解除对古巴经济的封锁 并称古巴将向联合国大会 提交古巴政府 关于美国封锁造成损失的报告 1959年 古巴革命胜利后 美国政府对古巴 采取敌视政策 1961年 美股断交 次年 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 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2015年 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但美国并未全面解除 对股封锁 2017年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 美国再次收紧对股政策 2019年以来 美国不断升级 对股制裁措施 对股炎 对股炎 地区议